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明显 今天的天气气温明显的下降许多 而且呢可以讲说是非常的宜人 那么这个已经进入是将近五月中的 那么在南部德州休斯顿还有这样子宜人的天气实在是没有多见 那么在今天的最高气温也不过只有华氏70多度 最低气温呢在今天的晚上进入星期四 还有星期五的凌晨都只有华氏五六十度 尤其是在休斯顿北边更可以感受到气温的骤降 那么由于昨天下午有一个低气压笼罩 结果呢将本来要发生在休斯顿的这个大的暴风雨给制止了 所以这个低气压呢也为休斯顿带来一个非常凉爽和微 可以说感受到很微风 正正的气候 好我们看一下在昨天下午在Pairland的一个小池塘当中 警方将一部黑色的GMC SUV捞起 打捞起来之后呢也发现这个黑色的GMC SUV 跟在两个多星期宣告失踪的这名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Erica Hernandez 她所开的车子呢吻合 在车内里面也发现了一具女诗 现在还没有证实是否这具女诗就是Erica Hernandez Erica是在4月18号的凌晨2点半的时候 从她朋友家6000号Benning Drive出来 那么到3点04分的时候呢 她当时送给家人一个text 说她只有5分钟就到家了 她的家在休斯顿西南区 但是之后呢就宣告失踪 因此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她的车子又在这么远的Pairland池塘中被找到 这些都是未解之谜 那么现在警方还正在继续要解开这个谜团 当然若是这个女诗就是Erica Hernandez 对她的家人来讲 除了伤心之外 也总算有一个目前是暂时的一个closure 就是一个结局 只希望能够早日的发觉 她的死因是什么事情所造成的 好那么休斯顿进来的这个犯罪率节节上升 那么休斯顿警方呢 现在表示在休斯顿地区有5个地方 在过去6个月当中呢 可以说是看到犯罪率成长 或是发生犯罪率最多的地点 这些犯罪地点无外乎是抢劫 并且是持枪抢劫 那么受害者呢 不是被殴打 就是被射击 那么这5个地方在哪里呢 也请大家尽量的避免 第一个地点是Galleria 第二个地点是Post Oak Hotel 第三个地点是River Oak District 第四个地点是Place America 这个就在百利大道商 第五个地点是Johnny Dan and Company 这是在Richmond 它是一个卖高级珠宝的地方 所以说看得出来 以上这5个地点呢 通常都是所谓这个比较可能有钱人 都喜欢去shopping的高级的这个shopping的地方 所以呢 很多的小小都是盯上开跑车 或是这个出入光鲜亮丽的target 因此在这边要请您这个车子呢 可能现在目前来讲出去的话呢 尽量低调在外面走路的时候 也要特别的留意 好那么在昨天晚间8点钟左右 Rigalveston 这一名值年仅7岁的小男孩 被这个Rip Curren 暗流卷走之后呢 到现在一直是下落不明 海岸防卫队呢 已经搜救了一晚都没有它的下落 今天将会继续寻找 地点就在37街和Seawall 那么专家表示呢 如果您去Galveston或任何的海滩 碰到Rip Curren 暗流的时候呢 不要紧张 不要一直想要回到岸边 而是要顺着暗流和这个暗的海洋 海岸平行的来游泳 一直离开这个暗流之后呢 再企图回岸上 不过年仅7岁的小男孩 为什么会跑到这么远 有暗流的地方实在是令人不解 好 最后呢 从今天开始 所有美国人 如果您符合这一个标准的话呢 可以到网上去申请每个月 50块钱的internet补助费 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它的标准很多 但是呢 最主要的是 如果您在去年 因为pandemic而造成 失掉了工作 或是您的孩子在学校 领取他们的政府的 lunch program 就是午餐的减价等等呢 您可以qualify 就是可以合格申请 每个月50块钱 来补助您的internet的账单 这总共有差不多32亿的 这个经费提供在 这一个特别的法案当中 要知道您是否能够qualify 它这边还讲说 如果您是单独申请的话呢 您的income必须要少于 个人income要少于9万8000 如果是夫妇的话 income要少于19万8000 这是每年的income 不过有这么高的income的话 大概孩子也不会在 lunch program 所以说要详尽的资料 请您去这个网站 叫做 getemergencybrowband.com 中间没有任何space getemergencybrowband.com 好的 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 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 Houston方面的新闻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收听